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经济迎来了这个新的一年 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呢 欢迎到我们特别的嘉宾 他是在全湾区有四家分公司的理财保险的 非常有经验的专家 他的名字叫做赵世文 Simon Chu Simon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新年快乐 是的 我要介绍一下Simon Simon已经从业28年了 实在是看不出来经验非常丰富 还是非常的energetic 但是非常有经验 他是连续了11年都获得了 这个百万元桌 top of the table 并且是在中间的top notch的MDRT 并且他又得到的是lifetime的member 那这个真的是华人的权威 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 您的工作的范围的内容 一共包括哪一些 对包括保险项目 无论是健康保险 人寿保险 长期护理 另外呢包括退休理财 是 无论是年金的理财 免税的理财 或者是长寿的理财 是 全部都包括在我们服务范围里面 所以你刚才说长寿 我现在想到就是很多人真正退休以后 都不敢用退休金里面的钱 因为怕用一用就用完了 然后自己的寿命很长 那么我们今天呢 还有将来临的四个月份 我们都要介绍 都是跟退休金有关的 就是bank fund的retirement 等于是自己的pension plan how does that work yes so其实你讲的没错 全美统计下来呢 the greatest American fear 是什么呢 是outliving their retirement money 是 so这个是第一个 寿命长 寿命长 然后预计未来所需要的钱 是不够的 哎呀 so这个是第一个No.1 fear 那第二个fear呢 就是increasing tax 税不断的会上升 这个是第二个 全美统计下来 第二大家退休的人 是最担忧的第二项思想 那我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们做退休理财规划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针对 这两项最重要的思想 第一就是make sure 我们有很多足够的资金去退休 第二希望这些退休金 将来领用的时候是免税的 对 所以今天我就为大家介绍 这个bank fund retirement plan bank fund retirement plan bank fund retirement plan 其实我们在节目里边 早两年已经开始介绍 那介绍下来已经有 很多很多客人采用了我们这个计划 也都享受了 享受了不同的福利 我们也有到现在 有根据每一年这个计划的回报是多少 我们都可以跟我们的观众分享 那另外呢 今天我有一个特别的client 这个case 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实际上我们怎么能成功 为这位的跨口公司CEO 来设计我们这个bank fund retirement plan 那么首先呢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bank fund retirement plan 是到底什么一回事 通常呢 大家都晓得去买房子的时候 比如说手上拿着50万现金 这50万的现金 应该全部去down pay一个房子好呢 还是这50万分开10万 10万 10万 5个10万 去down pay 5个不同的房子 我会选择后者 没错了 大部分我们名字的观众呢 都会这样选 不是把所有的钱 放进去一个basket 而且把这个钱 分开5个不同的basket 那么你做成一个down payment的话呢 你要买这个房地产 举个例子 你肯定要贷款 对 对不对 所以银行就提供这个贷款给您 去运用 那让您可以拥有这么多的property 是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用同样的概念 做成retirement plan 所以为自己做retirement plan的时候呢 我们是讲到一对三 自己放进去这个retirement 举个例子 放进去10万的话 OK 我们的银行融资 可以高达30万 所以一对三 Leverage 三倍 没错了 那么还有跟大家分享呢 通常有钱的人 怎么能够有钱呢 是为了基本上 用这个功能 就是运用别人的钱 去赚钱 对不对 我们叫做OPM Other people's money 就是银行 没错了 那这个跟利息也有关系啊 对 比如说2015 2016 联储局各涨息了一次 那他们说2017年还要涨息三次 对 不知真假 但是如果这个银行借贷的关系 利息上涨 会不会喝到这种retirement plan呢 有一点点的影响 但是不是一个direct effect 其实对我们这个理财规划呢 就更有机会去多赚 的原因就是按照我们这个historic data 显示 每一次调整利息的话 我们这个回报也同样 同一个方向调整上去的 哦原来如此 原因就是我们运用这个program 有特殊的rate 这个rate is based on one year library rate so one yearlibrary是银行对银行 物上借贷这个利率 so in the long run actually it's much better for the consumer 啊 嗯 so继续讲下来 这个计划我跟大家分享 这个个别client 这个是一个45岁的男士 跨国公司的CEO 我们讲到理财的时候呢 他已经跟我们分享 他现在所有的计划 已经有了personal pension plan 有了life insurance 有401k 也有defined benefit 他的41k也max out 该放的全都已经放进去 听起来他应该觉得很secure了 其实不是 他觉得还不够secure 的原因在哪里 第一 我们探讨理财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跟我们在节目一样这样讲法 第一 你现在retirement 有没有flexible的功能 就是随时可以动用这笔钱 通常retirement plan都不能 不能提钱 因为他才45岁 没错了 所以我们这个plan 是有特度的flexibility 另外一个呢 就是放钱进去之后 将来洗用的时候 要不要上税 我们这个计划是绝对免税的收入 所以我跟大家讲讲这些数据 所以这位45岁的跨国公司CEO 他所放进来的计划呢 大家可以在评光上看到 这个45岁他该放的钱 每一年放进去我们这个计划 每一年放进去我们这个计划 33,000 放进去5年的话 总共的资金下来是16万5 16万5就是他总共5年之内 所放进去这个计划 他可以得到银行的matching 所以银行的matching 给他刚才我讲 matching他三倍吗 没错三倍 总共银行的资金放进去 他的计划有49万左右 这是5年的总和 10年的总共 10年总共 所以总共是49万左右的total 然后呢 他如果65岁退休的话 他每年可以领取的income 大概是77万 如果他活到85 65活到85的话 这20年的income 乘77万下来的话 他可以得到150多万 免税收入 如果他延迟 等到70岁才退休的话 他每年的income 可以得到12万 12万 乘个20年的话 90岁那时候不再 他总共可以领取 240万 total tax free income 所以你说他是一个跨国的CEO 每年拿出来3万3 不是一个问题的 小数字了 并且他可以 这个任何的individual 还可以多放 depends on自己的能力 没错 那这个有没有death benefit呢 有 这个也包括长期护理 违重疾病 人寿保险 都包括在内了 又有生前利益了 没错 又有death benefit the average benefit是 150万到200万 那他这个death benefit 拿到的人也不必付遗产税吗 没错 也都不需要免税的 免税收入 免税benefit 免税的人收保险 所以这个是我们叫做银行融资 免税理财计划才对 听起来很好 那如果说唯一的缺点 有没有缺点 如果唯一的缺点是什么 没有什么缺点 实在是没有什么缺点 没有缺点 基本上这个CEO就是发掘自己整个理财组合里边缺少的就是我这一个计划 因为免税的关系 没错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由7-2来告诉大家的 其实这个bank fund retirement像个人的pension plan一样并不是这么新的一个产品 在过去呢已经广为流传 只是现在已经普及化了 对 我们特别针对的对象 有关这个program 就是比如说律师 会计师 工程师 我们有很多这些人是已经参加了我们这个计划 还有呢 就是self-employed individual business owner 这些都可以采用到我们这个计划 然后最需要就是以后未来退休的时候 可以得到一大笔的退休金 这个退休金都不用缴税 太好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niche了 非常感谢Simon 谢谢您 谢谢您 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在这个单元的访谈到这边先休息一下 我们进一段广告继续收看我们下面办场的访谈 马上回来不要走开